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李家坡之战后没多久,进随军358团团长楚云飞,特意去了李云龙的独立团进行交流学习,一番课套话之后,楚云飞将随身携带的爱枪赠送给了李云龙,言外之意,就是让李云龙拿了好处之后,不要恋死,不拿点干货出来,让他打包带走,李云龙还真就沉不住气了, 飞要在楚云飞的面前露一手,为此还专门找来了政委赵刚进行商量,看如何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胜场,让楚云飞瞧瞧,对着地图一番折腾之后,李云龙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,大致流程是这样的,李云龙先行抽掉一个班的兵力去白家村征量, 而白家村的维持会长,跟附近虎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,所以这个汉奸肯定会去通风报信,然后虎庭据点的鬼子就会出来增援, 而李云龙再帅大队人马中途设服,全间这股鬼子,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施,不仅向楚云飞炫耀了自己的作战能力,同时也解决了部队的东庄问题, 这个作战计划还不错吧,连李云龙本人也觉得非常完美,可就在这个计划刚刚实施完第一步后,就让山本一幕给识破了, 虎庭据点的鬼子中队长田中登向山,本一幕汇报过八路军征量的问题, 而山本一幕不愧是德国名校毕业的,眼睛果然独辣,一眼就看出了这是李云龙设下的吊虎离山之计, 一般按照常规逻辑,山本一幕在识破李云龙的计划之后,应该将计就计, 趁李云龙伏击虎庭据点的鬼子时,再给李云龙来一个反包围, 结果山本一幕根本就瞧不上李云龙这一个团结单位,认为这期太小了,丝毫没有兴趣, 多少有点杀机又牛刀的感觉,如果山本一幕要是认真对待李云龙的这个设, 伏计划,也许李云龙这一次真的要出事了,确实好险, 正是因为山本一幕心高气傲,想制造出更大的动静, 完全不将李云龙放在眼里,所以最终,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, 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战果,还搭进去了一整个上百人的军官官魔团, 更围绕命的是,日军官魔团出事之后, 山本一幕还没有认识到李云龙这个小人物的重要性, 如果不是日军司令小种一难发飙, 也许山本一幕仍不会对李云龙采取任何反制措施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